红杨的离别场景看着是不是很熟悉 两个月之前呀我在这个家离开了他们娘三 就在今天他们娘三已经打包好了一切 准备漂洋过海来找我 本来昨天已经和岳父岳母商量好了 他们不来送行 但是今天早上岳父岳母还是带着大舅哥 大舅嫂还有小姨子来了给他们娘三一个惊喜 你干做什么呢? 我们在攻郡我们变成 ville 这什么?拿一些象棉请拼여? 是的 本来订的机票是今天中午1点10分 从当地起飞飞达莫斯科的 但是由于当地这个暴风雪天气 导致航班延误 直到现在都没有通知几点可以起飞 他们娘婶到达莫斯科后 还需要做一次回国前的核酸检测 检测合格以后 还需要申请大使馆的绿码 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消息 很担心注定今晚又是一个不眠职业了 如果幸运自身眷顾的话 明天中午他们娘婶可以顺利登机回国